小葉帶我們來看看全新的Costing它的設計 好 目前Costing有兩個車型設定 一個是GLTA的旗艦 另外一個就是我們棚內的GLTB的VIP等級 這個車色其實相當的特別 它是採用一個叫星耀蘭的配色 除此之外它還有像是冰石白還有玄武灰 所以總共是三種顏色可以選擇 好 那常看我們的節目 其實我只要把這個LOGO都擋起來 其實我相信蠻多人也可以都知道 它是哪一台的品牌 是 因為光看這個水箱護照就知道現代 完完全全的新世代現代的風格 而且這個水箱護照我覺得很特別 是它是一個叫做黑鑽幾何的水箱護照 但我覺得最特別是提到新世代的現代 大家一定覺得它的日行燈是很厲害的設計 對不對 是 它完全整合在水箱護照裡面 之前圖上L就是這樣子的設計 那這一次在Costing上它把旁邊做成 一樣是日行燈改成三顆 那它整合在這個水箱護照旁邊的這個 也是LED的頭燈 那也有HBA的這種遠近光燈自動調節的功能 其實都是相當的科技智慧 此外可以發現它在整個車頭的布局上 也有滿多的精心的設計 細節 比如說像旁邊也有一些鍍鉻的飾條 甚至像下面的護板都是採用銀色的設計 冠野我們來車側看一下 好 看看你有沒有發現說 我們剛才聊到了車輪的部分 一般來講說這種車型可能強調一些修理的感覺 對 所以它可能會用什麼 黑色防礦材質 是 那樣就 對 就會有點修理感對不對 對 就不特別了 它很聰明的是它想要用車身紅色的感覺 但是有時候我們都知道 車有時候不小心在這邊容易去刮傷 如果你用整個車身銅板件的話 刮傷可能這邊板件都要靠氣 它用這種內牽涉的車身銅色的處理 質剛好 但是又容易維護 那我們再順地往下看 它這個就是用18吋的輪圈 我剛才講到有A跟B兩個等級的車型 其實你從外觀看是看不出來 因為兩個等級的配備都是給好給滿 而且外觀一模一樣 不會因為輪圈 輪圈也是一樣的 也是一樣 然後形式也一樣 沒錯 都是一樣18吋的這個規格 但是很佛心 很佛心對不對 好好地跟大家講一些設計的細節 首先我覺得很棒的是 它的這個三角窗這樣子的設計 其實對於視野是非常好的 此外它把這個有點標旗式的 可以說是獨立式的這種後視鏡的設計 設計在這裡 所以會減少一些噪音 然後也不會影響你前方的視野 所以在這邊的設計也是有點學問的 剛才我們在車頭有提到什麼 它的那個黑鑽幾何的水箱護照對不對 它其實也有把這個概念完全延伸到車側 首先是你有沒有發現 車身門把的部分 噗鈴噗鈴 女生應該很喜歡 很喜歡 對 它有類似這樣子的切割 而且再往下看 我們這個車身的下面這個 黑色的防刮 它跟門把是互相揮映的 其實造型是一樣的對不對 對 都是算實形的 只是說那個材質會有一點點不同 我覺得它很聰明 因為如果說你下方這種防刮材質 面積比較大一點點 然後又沒有什麼設計 沒有壓紋的話 會看起來呆板 沒錯 它車門就會自動開進去 你不用做任何開門的動作 它感應到你在它旁邊 你準備要上車 它就自動的幫你開門了 這個好聰明 這個是相當聰明的設計 對 好 好像在現代很多車款 其實都可以看得到這個東西 對 在韓系的車款的時候 他們用這樣比較 我覺得其實是滿貼心 就是你不用再去用腳去掃 去竹梯去感應 直接透過鑰匙的感應 它就可以幫你開門 這是非常好的設計 好 那我們看完了整個車側的設計之後 我們來看一下車尾好了 其實我覺得 我當初在看到這台車的時候 我覺得整個車身 我最喜歡 就讓我驚豔 其實是車尾的設計 對 因為車尾 我們都知道 雖然說貫穿式的這個尾燈 現在是滿多車款在做 但是它透過這樣子 這邊還有一點 再回勾過來的這個設計 我覺得辨識度是相當的高 它就是不是只有一條線 它的面積反而更大到下方 沒錯 連結尾燈 然後還有現在很流行的 然後把整個車品牌名稱 這樣貫穿式的寫在這個尾門上 對 質感變得非常好 非常好 而且還有下面 它下面這個護板 其實也是跟前面車 都是相互呼應的 好 那我們現在看到車尾 透過這樣子的設計 我相信大家也很好奇說 那這樣子 它的後箱空間表現如何 我剛才有提過嗎 其實它本身的後尾門 也有感應式的設計 那我現在先透過打開的方式好 它這個是電動尾門沒有問題 而且它有 就還有一個你剛剛說的體感 就是我只要鴨子在身上 我靠近它的時候會自動 都一樣 我連腳都不用伸了 沒錯 而且它這個車門高度 有四段高度設定以外 它可以透過車內的 中控台的車機直接去設定 比如說可能父親或母親 用的高度不一樣都可以直接設定 我覺得很貼心 是啊 是啊 對 好 那在這個七輪的標準乘坐狀態下 它這個後箱的容積是262公升 就是我們現在看到的 沒錯 就是這樣看到 那如果你有一些小東西 可能需要一些隱密性去置放的話 你只要把這個後箱底蓋打開 你會發現這有滿大的一個 很深耶 對 你看 我現在手放進去是真的滿深的耶 對 有兩個的置物盒的設計 好 那如果說你今天可能 做人的時候沒有這麼多 那你想要放更多的東西的話 你只要把第三排座椅打倒 它就可以擴充到707公升 所以我覺得對於彈性使用的 空間機能來說是很好用的 就一般小家庭 比如說核心家庭就用的時候 然後假日的時候 跟阿公阿嬤出去的時候 才用到第三排的話 就把它弄起來了 了解了 對 所以其實在配備上面 外觀上面 我們都看到其實全新世代 這種Kionde設計的車款 真的是非常地有誠意 沒錯 對不對 好 謝謝小葉 帶我們看到了這一次 Casting它在外觀上面的一個設計 那麼接下來 觀眾朋友跟著我一起來看看一下 第二排的座椅到底是不是很舒服呢 艾大 冠儀 我來了 電動滑門 是 其實這部車子 兩側都是電動滑門的設計 沒錯 那麼為什麼我要請你登機呢 因為請你登上第二排 VIP皇家座椅 好舒服喔 有沒有 這個座椅其實我覺得它椅面深度 寬度跟兩側的扶手 還有頭枕的部分 確實真的是非常地舒適喔 同時這個VIP皇家座椅呢 它具有十項的電動調整功能 有十項 有十項 目前好像以這種座椅來說 MPV的話它是最多的耶 沒錯 那當然像我們這張椅子的話 它還有這個附 Ultimate的腳靠 那腳靠的部分其實也是電動調整功能 那當然這個VIP皇家座椅 其實它還有三個模式可以讓你去選擇 第一個是標準啦 第二個是休憩 第三個則是睡眠 其實甚至你一鍵就可以滿足你的這個需求 那現在我可以跟大家示範一下 來 我們現在坐好了對不對 這是標準 我現在標準模式是不是 那我現在一鍵 看到沒有 我的右前座自動的往前移對不對 是 然後我的座椅 你往我靠近了 是不是 有 很厲害吧 所以說它的十項電動座椅 甚至連座椅的左右移動 都是電動的 我現在完全沒有動任何的一個 這個卡一鍵就可以啟動 整個這個模式 你看到沒有 我的Ultimate的電動腳靠也下來了 你已經讓觀眾朋友看不到你了 是 我已經讓觀眾朋友們看不到我對不對 但是我一躺下來之後 我就會發覺這部車前後 都有分別都有天窗 尤其是第二排這個天窗的面積尺寸 其實是非常的大的 所以對於這個後排的乘客來說 他享受陽光 享受空間視野的一個感覺 也是非常好 所以剛才艾大騎講到的 他躺下來的時候 我們可以看到 就是這個扶手這邊 他有一些快捷鍵 所以你剛剛按2 就等於是睡覺模式 我剛剛按下去就是睡眠模式 你有沒有發現我又立起來了一點點 因為其實我又再按了一下 這個按1 對 1 其實現在回覆到的是 休憩模式的一個狀態 那當然我現在想要把它回覆到什麼 回覆到原本的一個標準 做標準模式的一個狀態 就按最前面那一顆 沒錯 就可以恢復到原本的設定 就可以回覆到標準模式 那當然在第二排座椅 其實還有很多的一個功能 例如說我個人最喜歡的就是 所謂的加熱以及通風座椅 這在第二排也有喔 對 通常很多車都在第一排 只有第一排 然後還要選配對不對 那第二排想要有 基本上是不太可能的 所以在Casting上面 你會發覺第一排的駕駛座 以及副駕駛座 以及第二排的兩張VIP皇家座椅 通通都有通風以及加熱的功能 冠儀看到沒有 就在我們前方的中央冷氣出風口的下面 就有什麼 就有加熱以及通風的功能 所以獨立冷氣出風口 加熱以及通風的座椅 甚至有兩個USB的插孔 你有沒有發覺USB的插孔 中間亮了一個Qi 也就是說Qi無線充電 在第二排的空間 自杯架的前方一樣 可以做Qi無線充電 就表示說這一台車其實前排 跟二排各有一個Qi無線充電 那麼另外我想要請冠儀 看一下你前方還有一個小桌板 這個 非常方便就可以打開 其實這是我看到這個設計 桌板設計的是 覺得最勇健的一個桌板 沒錯 真的 最勇健的一個桌板 旁邊按了一下 你會發覺 它有滑出來的一個自杯架 對不對 所以在這個桌板 自杯架 然後前座的椅背 同樣也有地圖帶的一個設計 算是非常完整的一個 這個 所謂的VIP的商務空間 或是豪華老闆的乘坐空間 對於說長輩 第二排其實也可以說是孝親椅 那對小朋友來說 他就很喜歡像前面有這個桌子的一個配置 像我的孩子就最喜歡 這個後面有桌板的一個設計 但是就像我說 我常常看到很多車 那個桌板比較屬於搖搖晃晃的一個概念 那當然在第二排的空間裡面一樣 LED的閱讀燈是標準的配備 其實你看到沒有 冠儀 我們的這個兩側 還有一個遮陽連飾的設計 是非常非常的 對 隱密性也更好 第一個除了可以遮擋太陽之後 第二個可以增加隱密性 我覺得這一點非常的貼心 那當然電動窗的控制 也是一件的One Touch 看到沒有 這個很好耶 是 沒錯 有一些車款不是One Touch的 對 那當然剛剛德哥還跟我分享了一個小功能 也就是說有的時候前方的父母親在開車 其實後方的長輩孩子已經打呼了 睡著了 所以它可以把第二排第三排的音響功能給關閉 讓第二排第三排享受一個寧靜的空間 這一點我覺得也非常的特別 那不過剛剛看到這個座椅可以前後電動 然後有三種模式 甚至左右可以也是電動的對不對 現在我們是處於兩張座椅分開的狀態 就是我跟你吵架的時候 我會把它分開 如果我想跟你相親一下 我就把兩張座椅靠在一起 但是這一張座椅 兩張座椅分開的時候 中間其實這個走道有沒有發覺怪儀 我現在要來到第三排 沒錯 我還假裝當一下小孩子 其實第三排你看到沒有 中間這個中央走道就很棒了 像我183公分的身高 透過這個中央走道 進進出出其實還滿方便的 對 我最喜歡車子有中央走道的設計 而不是說把椅背往前遮 然後從側門進去 而且你看到沒有 這第二排的兩張座椅 是屬於比較後面的狀態 沒錯 然後我在這裡說實在的還滿舒服的 你看我的腳還可以往前伸 那當然不管是第三排座椅的 這三個位置裡面 其實腳都還是有地方放 而且它有四個自背架 它後面有四個自背架 後面左右各有兩個自背架 有四個自背架 然後兩側也有獨立的冷氣出風口 兩側也有 這個很重要 而且這個冷氣出風口 其實還可以透過右後座的成員 風量大小自己調 來去做風量大小的調整 所以這一點我是覺得 非常的貼心以及便利 愛大請問一下 第三排如果小朋友在玩手機 我想充電有嗎 有 一樣有USB的充電 那觀眾朋友沒有看到這裡 一定會覺得說 看起來它的配備真的相當豪華 以及豐富 當然除了二 三排之外 我們現在帶大家來看一下 駕駛座上的部分 德哥帶我們來看看 其實坐在駕駛座的感覺 就是覺得自己很像CAPTON 怎麼說 就很像機長你知道 因為它所有的功能 你都可以用駕駛座來操作 除了它的設計是駕駛導向 像我就覺得 它的儀表其實很性格 為什麼你知道 就真的過去我的體驗是只有跑車 才會有這種數位儀表 而且這樣小小的 對 你就是 你就是可以很直覺地用余光 去看到車內的資訊 然後兩車剛好是出風口 而且它的方向盤設計其實 那個手感很棒 就是它把它的半自動駕駛 Level 2的半自動駕駛的開關 全部都集中在這裡 所以你等於是用拇指 就可以去操作 比較直覺對不對 對 而且行車模式 它就是在按鍵式的排檔 開關下面 Drive Mode 你可以用直接 當然我習慣是直接Chess Pole 這些按鍵我覺得都很有設計感 不過最特別的就是 它前面還有一個QI的無線充電 剛剛有講其實後座也有一個 對 前面也有一個 前面也有一個 QI的無線充電 在中控台最主要就是有一個 很像平板10.4吋的觸控液晶顯示幕 這個液晶顯示幕 就是等於是駕駛者 就是要操控全車功能 最主要的地方 掌握大權就在這裡 掌握大權 對 其他功能真的很多 就像冠儀你坐在第二排 我們直接就是可以 藉由前座的這些開關 我幫你調整 譬如說右後座 你的晴躺的位置 然後你就是 這有一個後座靜音的開關 然後它就可以直接切掉 從有一個快捷鍵 對 快捷鍵 除了這些 好 我們現在把 再給你看一下第三排通話 你在行駛的時候 你只要直接按 直接按第三排通話的功能 你就不用分心 直接 它會藉由車頂 頂棚這個麥克風來收音 你就會可以喊 Captain speaking We are prepare for take off 帶著全家人去享受速度 而且除了這些 你在用Apple CarPlay的時候 給大家看一下 你會覺得Apple CarPlay 大家都有Apple CarPlay 沒什麼對不對 但是你知道它的地圖 Apple CarPlay的地圖 對 它會整個螢幕 就是讓你在搜尋的時候 你在開車的時候 你不用這樣 好像看不太清楚 你就可以用餘光去檢視 其實我覺得算是 它貼心的地方 另外在座椅控制的部分 當然前面駕駛座的部分 它是八項電條 副手座是四項 但是它一樣有通風加熱 通風跟加熱 對 而且除了我開車的時候 我可以操作後座 副駕也可以同時操作 所以你就會覺得 感覺很貼心 又是說我這邊 除了可以操控自己的 對不對 然後比如說可能長輩 或小朋友坐在後面睡著了 我也可以透過這個按鍵 去幫它用成睡眠模式 或者是休憩模式 對 讓它更舒服 就是它是一台設計算是貼心 但是你又不用花 你想像不到的 很多時間去認識它 對 然後很直覺的操作 然後在你的預算內 你可以享受到這麼好的功能 聽起來前座的配備 座艙的部分 其實也讓德哥很滿意 很滿意 連這個座椅其實我們也覺得 跟後座的質感舒適度 也都是非常匹配的 那算是你看它在飾板上面 我覺得它的飾板的設計 就很不一樣 對不對 質感 它會呈現很棒的視覺質感 而且它下面 還一樣也有氣氛燈 就是你不用花幾百萬 但是你想不到它都有 對啊 百五萬 你還買到這麼多的配備 還有你看它下方 還有一個很大的置物空間 置物盒 而且你看還有雙天窗 有雙天窗 對 然後甚至於你看這邊 就是手套箱的地方 這邊有個小小的置物的空間 大家也可以看到 你還可以放手機 手機可以放在這裡不會掉 那甚至於你想要開啟 它也一樣這樣打開 對 我覺得它的置物空間 真的是非常非常多 就是空間機能的設計 算是有它的巧思 符合家庭用車的期待 我還是要開啟 我還是要開啟 打開啟 呻吳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